因為去日本玩的朋友非常多 臺灣今年上半年 去日本的朋友就將近三百萬人次 就是每一個月就五十萬人次 就進出日本這樣 所以如果這些人都是要去找居治的話 為什麼 五十萬人次的這個特派員 在那邊找到機率就越來越高了 旅行社可以推新的行程 然後叫做Fighting的巡局之旅 一起來列獎金 每個人去日本之前 都還快要先發一張照片給你 然後你再去 那我覺得說剛剛易富哥有講到 在法規上面有所謂通緝獎金 太少了 只有五萬到一百萬也太少了吧 你要十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才會有七十萬到一百萬 那如果是十到十五年 是五十萬到七十萬 現在萬物其漲 所以我覺得其實通緝獎金高一點 比較重賞之下 水通膨調整 加個零也不為闊 而且他是杜聰明的後代的金局 對啊 人家是金局 到時候你到時候碰到橘子而已 他跟你說好啦 不然五十萬我給你啦 這樣怎麼辦 你這樣怎麼辦 怎麼會有接觸力 對 立刻就想說好啦 那不能重放你好了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應該藍綠白可以考... 白玉琳可能不會想啦 李佳凱可以跟國民黨反映一下 是不是藍綠一起合作一下 把這個通緝獎金通案式的一起提高 這個我覺得... 誘因不足 對 這個社會大家都應該會支持這樣的提案啦 讓大家政府花點錢去抓逃犯 這什麼不對 對 那第二個事情呢 是說有講到這個黑道的事情 那這是這個揣測啦 就是因為現在大家都說 他可能有冷錢包 也可能會有四百萬的巨款嘛 是不是那邊也是會被日本黑道盯上 但這個基本上也是一種可能性 也沒有太多證據 在這個構想 有些網友的想法我覺得也很對 大家開始很擔心橘子啊 提供給SEGA 那個人中之龍製作單位嘛 就是製作一個人中之龍的特別版 裡面就會有... 橘子翻外篇 這個橋段 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我都在玩日本麻將 後來都沒有破關 然後都在那邊花天酒地 遊戲中的花天酒地 那是有序的遊戲啦 那我覺得回到整個案情來看 我們先講柯富瑤 第一 柯富瑤的疑點在於是說 他在今年5月16號 制搖公司成立 剛好就是柯富瑤開始有點擔心 他金華城出事了這個時候 然後他明明在日本是讀書嘛 可是他卻回來 去跟他媽媽去銀行辦事 是9月10號的事情 疑點在於是說 那現在他爺爺重病了 為什麼他沒有回來的消息 反詭異的 你跟媽媽去銀行辦事 比看爺爺還要重要嗎 特別是民眾黨 特別是拿柯富瑤的爸爸拿來 出來講了這個時候 柯富瑤為什麼到這個時候 還沒回來 這是第一個疑點 第二個橘子就讓他去念書 結果他念書是去哪裡念書 總是要有個學校嘛 就搞到很神秘 不知道他的兒子 去哪一間學校 好像很害怕他被找到一樣 還是他去學做壽司 還是什麼的 對啦 所以說去做學徒的那種學校 就跑去北海道那邊的壽司鋪 對啊 或是學怎麼捏那個sushi啊 就是說他有這個橘子的壽司 這個一個番外片 好 那他呢 接下來呢 就是說他在五月的這個時候 就是去了這個日本 還說可能李文中交接款項幹嘛 這當然是報導的一個傳言 那六月的時候呢 又因為卓冠廷的證人案 所以就回來去幫柯文哲作證說 他們跟高宏安沒有吵架 然後八月 我覺得八月最關鍵是說 八月大概二十七號回來 二十九號就馬上出去 這件事情顯然就跟檢教 在查的洩密有關 檢教是不是有一些辦案的 進度的祕密 被這些人知道了之後 讓應小威想要逃去香港 也讓居治緊急回來 而且他二十八月二十七號 緊急回來的時候 是不是已經拿了某些重要的文件 因為你突然間把他叫回來 是因為某一點原因嘛 這原因大家聯想到的是說 你是不是交付了他某一些資料 或者是涉及到金錢的東西 所以他就回去 我覺得居治他每一天 待在日本 對於民眾黨來講 都是一種傷害 社會信譽上的傷害 他明明去接獎 辦西門町各地辦遊行 人家就問一句嘛 你問著清白 你叫居治先回來 那居治如果他不怕回來 就叫那個邵宙沛 回來說一說之後就沒事了 那不就 這事情就不解決了嗎 那你每一天約不回來 你約證明說 他掌握到了某些關鍵線索 嚴重到說他不敢被當證人 他怕說一當證人就會轉被告 他害怕到這個程度 越神秘越有鬼 對他神秘到這個程度 那我認為他如果到現在不回來 然後目前已經轉為洗錢案等等的被告的話 他之後回來的機率是每天一直在下降 所以說我覺得現在只能靠 台日之間的司法互助 目前只在很抽象的階段 抽象就是簽了一些協議 可是具體上能不能引渡幹嘛 目前還沒有進展到這個 所以說橘子有可能是台日司法互助 第一個指標性的案例 這值得我們外交跟司法人員繼續去努力 那當然在那邊還是呼籲 橘子還是趕快回來 不然你的家族這麼大 逢年過節的時候 你就會成為家族口中的那個人 他說那個人今年回來了嗎 他已經出去15年了之類的 每一年都是這樣 覺得有點心酸 而且在日本真的台灣人很多 隨時都有可能 會把你的這個真面目給講出來 與其活得提心吊膽 不如回來接受司法調查 該我清水那要給你清水嗎 感謝支持 全台灣最歡樂 這是含金量最高的直播政論節目 橫橫抖內幕 收視狂開紅盤 網路播放量突破千萬次 現在我要發出奶粉消極力 週一到週五下午兩點到四點 黑奶魚 奶球一起抖起來 什麼你下午的直播沒有跟上 不用怕 晚間十二點友善替怒板 等你一起來 消極力